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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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车路保养 还是挺新的 然后这次发回来 是为了让它做一个拉长 然后降的再低一点 哇 好认识 看看 这个车发回来的原因是 这个车主后悔了 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 他说宁愿电池舱漏底 也要把这个电池舱 离地做成10公分 然后回去以后呢 他越看这个电池舱漏出来 他越觉得难看 然后就跟我商量 杨哥我把车发回去了 然后你把这个电池舱 我做了收到里边 然后让这个整体的肚子 离地10公分 不惜一切代价的给它降低 我说行那你发回来吧 我给你研究研究 然后今天刚刚收到车 准备拆车 这台斯坦木已经 改装完工了 原本车主说 想换一个车架 说为了降低这个效果 换车架可能比较 好干一些 后来呢 这个车到了 我一拆开里边太新了 连水都没沾过 然后我就私自 就做个决定 说这个车架别换了 给车主省点钱 废过点手工 把原来的电池舱 原来的平擦吊尔都切掉 然后打磨一下焊点 把这个车 重新制作一下电池舱 重新焊接一下 这个平擦的吊尔 把它的角度 整体都改一下 给客户省了一千多块钱 客户也是很高兴 因为我也是一个玩家 在玩家的角度突发 也是能省则省 没有必要换的东西 就没有必要让客户换 但是前面这个双叠 它确实是需要换了 原来那一套 是不支持这个双叠的 然后也是改了13寸的双叠笼 这是客户自己要求的 他说杨哥我这个车降低之后 前面要给我换一个13寸的双叠笼 换一个140的轮胎 看上去要87一点 然后后边给我换一个150的轮胎 也是要这个降低以后这个车 看上去要87一点 后面要快一点 可能有些粉丝对这个150轮胎 没有多大的概念 所以我拿了一条120702的轮胎 咱们做一下比较 做一下比较 你们就一目了然了 看这个150的轮胎 比这个120702的大多些 是吧 然后前面 前面 看看 这个车将来在骑起来的时候 会非常的稳 估计我预计会有开压路机的那种感觉 特别的稳 因为轮胎宽嘛 着地面就大 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这个车的平纱护板没有装 客户说这个布装平纱护板挺好看的 现在样 等他回去之后 他自己再DIY一下 再改装一下 然后他这个车所有拆下来的件 我都放到了旧桶里 啊 这个护板 还有这个 后边这个电池厂的槽 由于做了极限的降低 这个槽就不能按了 后边改了两个铁板 这个黑件也不能按了 这个车现在是没有电池的状态 没有电池的状态 在做降低的时候就得预算它的预载 什么是预载呢 就是你要算好它以后装上电池之后 这个车的自重增加 前后简直会不会再往下压多少 压几公分 把这个预载要计算好 不能说你做了降低以后 没计算预载 他把这个一百多斤的电池一装 前面模拟瓦 后面模拟瓦 他自己车主在晚上一坐更模拟瓦 所以这些东西在改装之前都要算好的 算这个减震的最大形成 比如说前面你看 这个嘴这就这么大的份 你要计算好这个行程 这个简直里边要加一段弹簧 增加它的硬度 再装上电池以后 车主装上以后 使劲往下压的情况下 会不会顶这个泥瓦 这个都是要算的 然后我跟那个客户说 如果你带人的话肯定会摸 他说杨哥我这个车就是自己玩的 我不带人 然后我说这个后边泥瓦 由于轮子太宽 原来那几瓦是装不上的 说杨哥我这个车就是玩 我不带人 我下雨也不会骑 我说那就妥了 那就容易了 那我就大捞货苦的去弄了 然后弄完了之后 客户看了之后很满意 特别的着急就催我 杨哥发货吧 然后我说我录个段子 录个段子跟这个粉丝们分享一下 你这台车 然后再打包发货 这个车现在是没有电池的 是个空车 他回去自己装了一组锂电池 然后我觉得这个斯坦木 这么做的话还是挺帅的 猛的一瞅 有点连云港战术的感觉 特别低 而且他这种低是电池舱跟黑件持平的低 不是说漏底的那种低 就说到这 准备打包发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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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